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别说了 你都倒倒一路了 子夫师妹 我们这一路上并无遇到什么 你为何一言不发呀 我无言以对行吗 不 子夫师妹 你要不听我说嘛 我 子夫师妹 你要不还是我 子夫师妹 你要是心情不好的话 你就在画面好好休息 明天我自己续制下来 哈哈 我没有心情不好 我心情很好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可你看上去 就不是心情很好的样子 又不是我 搂搂亲亲爸爸 可是那些事情都是你安排的呀 你 说得对 哎 子夫师妹 哎 臭直男 少爷 嗯 少爷 今天晚上不顺利吗 怎么看您愁眉苦脸呢 一切顺利 并且我们还查出了 这个赵大师是从哪儿买的假名章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子夫师妹为何心情不佳 少爷 是不是你和细子演戏 让佟小姐生气了呀 她出的主意她生什么气呀 少爷 您不知道佟小姐亲不您吗 你说什么 你怎么发现的 我怎么知道 当局者谜 旁观者轻 况且少爷仪表堂堂 换成哪个女子 不会心动啊 嗯 你不要胡说 我和子夫师妹 只是凑巧有些交集罢了 没有儿女情长 那个 没什么事 你先回去休息吧 是 把门带上吧 哎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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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觉得子夫师妹挺好的 不知您意想如何 可子夫师妹现在还在生我气呢 诺儿 诺儿 上次帮大使用办事还没拿到钱呢 这是咋过呀 咋过且过呀 谁叫咱拍马屁 拍错地方了呢 诺儿 要到老地方了 听听 走着 诺儿 诺儿 怎么没声啊 估计子夫师妹没来 诺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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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你 你们两个 职业就职业 多少次了鬼鬼祟祟的躲在门外 那 那主要不是大师兄您太会了吗 就想着给您多看很多闲闲 对啊 大师兄 我俩每次听完之后 都觉得大师兄威武 真威武 那好 明日带你们去见下司徒院长 好好说说 我 你们是怎么听的 别啊 大师兄 对不起 我们错了 大师兄 我 我们以后一定好好职业 我 我再也不怕天根了 你们二人 虽然几次触怒于我 但是身为大师兄 还是要给你们一个 重新悔过的机会的 嗯 今日 我与别的女子亲近 被子夫师妹看到了 她不太开心 你们二人有没有解决办法 这怎么还有别的女子啊 大师兄真厉害啊 厉害 有完没完 我问你们解决办法 你们再打非所 我们别怪我不客气 别啊 大师兄 爬墙根我们倒会 哄人 我们可不懂 就是 我 我恋爱都没谈过 我还想让别人哄我呢 少废话 你们两个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 利亚宝典 拿来看看 我却去 你不得好 我 你不得好 你不得好 你不能乱 你不得好 你不是 你不得好 四伏师妹 你睡了吗 我有点话想跟你说 我睡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我带了点酒 想跟你小酥一杯 你叹什么气啊 其实我 我今日演戏 特别不适应 不适应 我觉得你挺适应的 我 我那都是逢场做戏 其实心里特别别扭 别扭 我倒是觉得你挺开心的 我 没走心 走心的话还能演得更好一些 走心 演得更好 怎么好啊 如同这般 美人在怀 美酒在手 不知师妹意下如何 你 你 你放手 你松开我 干什么 露儿 没想到 你我二人 还有叫大师兄做事的一天 风水门不转哪 这外面是不是有人在托听了 没有 应该是野猫吧 我信你咧 我信你咧 再来我一眼 不对 文锦站比谁都在意是否有人偷听 事出反常必有妖 哎呀 还喝上来 心真大呀 这螺丝跟百东 是不是给外面偷听呢 没有 他俩现在在外面值夜呢 怎么可能在这儿 那 子夫师妹 长夜漫漫 为何你要在意外面的俗事呢 只需在意你我二人即可 有情况 秦朗所言极是 啊 长夜漫漫 不如 我们做些快乐的事 哎 好 看见大师兄妹 啊 我咋这么来气呢 别别别别 一场烟雨 一场烟雨 一大石烟霞土 温春风 十里情归何处 谁用花季描写痴情的书 提笔落后 今更言无数 每而秋朝今世了美目 望听愿深深红尘季度 谁用留恋佻相思如骨 自自君俱进莫想为处 滴滴烈烂染了 me 抹生树 小花将效辜负 三千青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